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鹦鹉妈妈健康屋,我是Susan 在上期影片中,我们讲解了癌症早期症状警讯 以及断食可以饿死癌细胞的剂皮内容 在本期视频中,我们会讲解引起中风的危险因素 以及六件可以预防中风的事 尤其是无声中风 什么是无声中风呢? 伯格医生说,就是无症状的小中风 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大脑的某个部位控制讲话和运动 如果小中风不在那个部位 那么你不会侧面麻痹或者口齿不清 你可能会有点失忆,但没有主要症状 小中风很常见,是大中风的14倍 造成中风的一系列危险因素有 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肥胖 心防颤动,就是心率不齐 代谢疾病,睡眠呼吸暂停 这些疾病有什么共同点呢? 这些都是高胰岛素造成的疾病 现在你可以做以下几点来避免血块堵塞和中风 一,吃DHA和EPA 这是什么呢? 这两种是特殊的脂肪酸 是Omega-3脂肪酸 都来自于肥鱼 像三文鱼,大比目鱼,沙丁鱼,雪鱼的鱼甘油 藻类也有DHA,但药DHA和EPA两种都有 有趣的是,大脑要敏锐 就要靠这些健康的脂肪 影响大脑基因成长大脑功能 修复脑细胞损伤 也有抗发炎的效果 所以说DHA和EPA非常的重要 可以预防中风 二,大蒜 大蒜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营养 现在很多药厂单独用大蒜做抗凝血药 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大蒜呢? 它是没有副作用的血液稀释剂 三,运动 运动对增加血液循环至关重要 对大脑心脏都有好处 四,外源酮 伯格医生不建议一般人吃外源酮 因为你自己的身体会产生酮 有两种情况 伯格医生建议吃外源酮 这里的外源酮是指酮盐 有种外源酮叫酮脂 尤其是运动员要比赛 或运动需要更多的能量 这类酮脂很贵 酮盐比较便宜 但是效果没有同质好 当你有中风或者失智症 脑细胞有受损 这就很难用葡萄糖去穿入 再喂养细胞 同样,失智症也是细胞得不到能量 细胞就损坏了 好消息是,同体可以绕过受损的组织 不只是脑还有心脏 可以直接喂食受损细胞 恢复运作 而且你的大脑会比较喜欢同体 而不是葡萄糖 如果你有脑损伤 阿兹海默症 失忆、失智 甚至心脏受损 伯格医生强烈建议吃外原酮 可以喂食营养给这些组织 另一种情况是 比运动员比赛 运动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能量 也可以服用外原酮 五 维生素E 维生素E对稀释和抗凝血 非常的重要 不要买合成的 要买天然维生素E成分 含生育分等 这个才有效降低风险 六 最重要的 就是要开始生酮饮食和断食 因为这可以从根源避免中风 预防糖尿病等疾病 这些疾病的根源 都来自高胰岛素和胰岛素抵抗 而生酮饮食和断食 可以改善和降低胰岛素抵抗 好了 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订阅 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和鹦鹉妈妈一起 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美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